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跟重启核四是绝对格格不入 绝对互相矛盾的 韩国瑜如果说他当选总统核四保证 就说一定会商转的话 那同样的大南澳的最终核料处理商一定会被使用 所以宜蘭会面临两大问题 北有核四 南有大南澳的核辟料处 这是宜蘭人以后必须很慎重的去想到 你未来的环境就是这样 在这里我也要请问我们宜蘭管的大家庭 我们的林芝庙县长 达到他们整个地方的韩国瑜 提出到要重启核四 我不知道我们林芝庙县长的头是怎样 你是有尽动还是像核余的仪市长这样 可以趕快来表态对于核四厂要重启到底好吗 让我们宜蘭管的官民有一个更明确 对于管政府的态度更清楚的机会 所有的立委候选人都要表态 到底对一个维护宜蘭安全台湾安全的一个政策的方向 你的态度是什么 这个是攸关宜蘭发展台湾发展 是不是能永续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我们希望在这个时间点大家都要讲清楚 我们不容许有这个在选举期间的一个选举口号 或者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议题 如果是真议题或者是假议题很简单 就是让韩国瑜不要放选就没有这些问题 对此县长林芝庙表示 县民的安全最重要和市场的权责属于中央 所以他尊重专业的意见 民众的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这和市是中央的这个职权 我们尊重的专业 至于韩国瑜为我们尊重的 尊重他的公法 但是民众的安全最重要 民众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李国华则是表示 人员政策是中央的权利 而且攸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值得大家深思和探讨 不是单纯用赞成或缓对的二分法 来做选举的操作 依然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导